请你 恭迎博王殿下回府 我给 你还在生我的气啊 是因为我没有跟你商量 自己跟陛下 请命去前线的事吗 可是 那是我爹的马家军 我不能置之不理 父皇已经下旨 我气不气重要吗 当然重要 我希望你可以支持我 做出这个决定 其实说不害怕 那都是骗人的 但是只要一想到你在 不管发生任何事情 遇到任何困难 狼仔都可以保护我 我就不怕了 你在边关 我在皇城 我们在不同的地方 我怎么保护你 殿下 你听我说吗 不想听 不是 殿下 狼仔 站住 我都跟你道歉了 你怎么还走啊 郡主的歉意 本王心里了 你能不能别这样带着刺跟我说话 在陛下面前 我知道你有点不悦 但是没有料到 你会气到不想理我 狼仔 狼仔 不要生气了好不好 后日一早 我就要出发去前线了 我们不要把时间都浪费在 生气和吵架上好不好 够了 自从你来到皇城 我就没过过一天安稳日子 你有没有想过 我们自始至终 根本就不该相识 你不应该拉狼手山 不应该救狼仔 那样 现在你就不会有腿伤了 也不用每天提心吊胆 在皇城里过日子 你应该会有一个疼爱你的丈夫 一双可爱的儿女 过出无忧无虑的生活 就算一切重来 我也只要你 本王常常在想 若当年夏侯义没有死 现在的狼仔和幸运 会怎么样 我是当年跳下悬崖 我死了有多好 也许 我跟你 真如瑶姬所言 是受上天的诅咒 你真的是越说越过分 越说越离谱了 自从我跟你重逢以后 我从来都没有想过 有一天我们会分开 我也从来都没有后悔过 遇见狼仔 就算我因你不良于行 就算我一辈子都困在渤王府 我都不怕 我也不后悔 可是 可是你怎么难一生气 一生气就不要我了呢 你不要我了 你不要我了 我一个人 我该去哪儿 我该怎么办哪 我该怎么办哪 你怎么能不要我呢 你怎么能不要我呢 是不同的不对 别哭了好不好 那你还生气吗 那你答应我 就算是再生气 以后都不能说出 那么过分的话 你从没放弃的我 你好好听我说 你从未真正上过战场 此次支援马家军 只剩明天 让本王教你在战场上 排兵布置 攻占沙法的硬变制法好吗 好 我会好好学的 殿下 你会带着援军随后抵达吧 会的 这一趟有马靖能陪你 本王还算是放心 我方才见马靖心惊如焚 放心不下封城大哥 我就让他先我一步 率队出发了 既然如此 本王会从伯军里 调一些精病陪你先去 嗯 早点回去休息吧 明月已早了 抓紧时间开始联系 放心 我不会偷懒的 本王还有公务药吗 回去吧 我 我又不累 你干嘛走 让我好好休息啊 好吧 你忙你的 我去准备我的奔狼公 你忙你的 你忙你忙你 你忙你的 天地之间这么大 却容不下两个人 就两个人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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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